可不可以跟妳確認一下 妳這次是不是最後一次主持法說鬼 法說鬼在我們星光晶控日來的慣例 是總經理在主持 星光的總經理在主持 所以如果說原則上會詐詞 應該是我們黃總經理去主持 可是如果說總經理需要我們陪同的話 那大家不嫌棄的話我們就來陪同 這個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知道在去年這段時間裡頭 大概是星光晶控非常關鍵的一年 那非常感謝在我們董事長的領導 還有我們全體同仁的努力下頭 事實上去年星光晶控呢 是講出了還可以還是錯的一個成績單 我們整個的晶控的獲利呢 大概112億左右 那在我們家資產大概73%的人壽呢 表現也相當的不錯 那獲利也有69.7億 所以大家很清楚 星光晶控尤其是下面的人壽子公司 那事實上資本金過去有一段時間 是比較稍微薄弱一點 那當然這個 在有關於信頻的一些指數裡頭 比如說我們的利息保障倍數裡頭 也稍微薄弱了一點 那去年呢 跟前年底我們都碰到一個 一個法國黑球來增加資本金 那同時也碰到剛剛講 利息保障倍數的一些問題 或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說去年我們沒有克服這些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預見嘛 就是萬一這樣平的話 星光晶控可能會走向一個 可能比較不好的一個 一些循環的狀態 可是在董事長算領全體同仁 尤其我們投資部門 跟相關股票同仁努力下渡 因為去年這樣的一個表現 所以使得我們的破例表現不錯 因而造成我們的股票上漲 我們的股價上漲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很多的庫償股 就賣得了員工 所以也自然而然充實我們的資本金 那同時我們發的一些converable bond 也轉換成股票 也降低我們的利息 又充實我們的資本金 所以在利息支出倍數上頭 跟資本充實 它就產生了一個正向的 循環的一個動作